拿棋 好 先来看一下平衡末的比赛 碎路 前驱 接 后手翻下摆成纵目座 因为躯的前空翻是一组 所以后面接一个B的话 这就能拿0.1的连接加分了 漂亮 前团180 钉子一样钉住了F组的高男动作 交换腿接环 就是中国队平衡末的招牌动作 这是个E组的跳步 挺身前空翻 小翻 后驱 后驱和拉拉提都是C组 所以这个DBC连上是0.2的一串 自由推水平的力展360度 再接一个低于水平的 转体的360度 侧团也是个D组 两个A组的跳步 那么A组跳步 它不是为了要难度 进入难度 它是为了满足要求 特定的要求 所以连接当中编排必须有 刚才是CC的混合连接 这样又能加0.1 所有的连接和编排 都是为了尽可能多的 在有限的动作当中 获得更多的连接加分 后驱两周下 后驱两周下 要比前面的900男 这是一个E组的下方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中国体操的领队业的男和女子的总教练 对 刚才这套动作呢 这个随路完成的确实不错 我这个看了这么多比赛 这么多场比赛 包括训练 很少看到运动员 这个在平舞比赛中 这么有根 做每一个动作 都做得非常的这个 让人放心 尤其是他做了两个连接串 一个是这个 这一串 这个不是连接串 这是一个前空翻转体表8 是非常难的 他做两连接串 一个是这个 向前空翻 马上接俯称 倒叉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做了一个这个 前空翻直接接后空翻 我觉得这两串动作 在平衡幕上做的 发挥的这么好 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 可以说这次呢 现场的观众 真是大饱眼福 因为虽录在上个月的 世界锦标赛当中 没有把自己最 就最难的那套动作 完成出来 这是在自己的祖国 在广州比赛 他把自己最漂亮的 最难的那套展示了出来 而且他的那个 就是前团180的战目 一点错 一点问题都挑不出来 就那么稳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